沒意外啊 我好不及啊 圓景把一男一女支開 白衣女子氣噗噗 雙手插腰 一旁穿白色襯衫的 就是她男友手捂著臉 低著頭不乏抑鬱 小姐 妳身份證支號電給我 我不知道我死啊 妳這樣子我們沒辦法 查自己身份把妳帶回進去喔 往去嗎 帶回去 帶回去 我查什麼樣我們都會帶回去 故意不配合警方詢問 女子很不耐煩 不過空氣中 瀰漫著濃濃的汽油味 把鄰居給嚇醒了 小姐是不是妳用到的 女子大方坦承 和男友吵架吵到一半 不小心把機車給推倒了 另一邊襯衫男子疑似 被女友山巴掌 左臉都腫了 加上有戴牙套 嘴角勝血 救護人員拿手電筒照一照 確定沒有腦震盪 也沒有掉牙齒 先送醫檢查 原來三十歲的黃心男子 在高雄九如二露的 一家遊藝場上班 三號深夜兩點多 被二十四歲夜姓女友 叫到店外 雙方疑似因為感情 跟金錢問題吵了起來 女友氣得山他巴掌 還推倒一輛機車 汽油流滿地 屋主火冒三丈 只好拿出清潔劑狂刷地板 夜姓女子動嘴又動手 就像野蠻女友翻版一樣 不只跟男友吵 也跟屋主爆發口叫 被警方帶回管束 挨打的男友也不忍了 決定對女友提出 傷害告訴 TVBS新聞徐克成 宋家軍 高雄報導 請支持TVBS國際Plus全新頻道 讓您擴大視野 掌握趨勢接軌全世界 更請訂閱 開啟小鈴鐺